李嘉誠 繼去年李嘉誠退休之後 二年九十一歲 人稱四叔的恆基地產創辦人李兆基 早前也宣布退休 他名下市值約五千億元的上市商業王國 交由兩名兒子李嘉杰和李嘉誠接行 兩人出任集團聯席主席 標誌著香港四大地產家族的創始人時代正式落幕 出生於1928年的李兆基 六歲開始跟隨父親學習重商 十二歲學識駐金節術出任黃金買手 又將舊紙幣漂白翻身有神童之稱 1948年 二十歲的四叔帶著一千元隻身來到香港打天下 來港初期四叔在中環打滾 憑著至少學識分辨黃金成色賺到第一銅金 其後經營五金貿易 後來投身地產界 1963年 四叔和郭德勝馮景希創辦新鴻基企業 亦即是新鴻基地產的前身 1972年新地上市 三劫合分度揚標 四叔創立恆基兆業 1976年成立恆基地產 至今市值高達二千多億元 1975年 港英政府準備發展沙田新市鎮 恆地聯手場室新地和新世界 投得沙田新市鎮第一號地段 合作打造沙田第一城 恆地多年來主力發展地產業務 建造多個具代表性的建築 其中香港站上該項目國際金融中心 更是恆地總部所在 四叔在股市上亦眼光獨到 1975年 四叔收購中華煤氣股份 後來還出任中華煤氣主席 其股價至今升值超過二百倍 市值更加高達三千億元 除了賺錢 四叔造磁線亦不為餘力 他認為造磁線和做生意一樣 要以小博大 出一份力有十分收穫 讓更多人受惠 他曾經許願恆子升到三萬點水平 將會捐款十億元做慈善 去年恆子突破三萬點 四叔隨即理行承諾 向港大、中大等多間大學捐款 其後又以李兆基基金為名義 捐出一億元給補糧局 四叔亦心是祖國 1982年創立香港培華教育基金會 為國家培育大批人才 近年四叔又推動多個大型慈善項目 幫助農民脫貧和就業 又為農民提供及時的醫療服務 慰責萬千民眾 四叔管理財富有他的格言 就是聚散之道 他認為賺錢要成功、花錢要成功 鼓勵大家賺錢之後多做共益事業 希望日後有更多人下法四叔 一起為社會作貢獻 為市民謀幸福 恐慕